路虎二手车行情崩了 去年你花100多万 买个四代半的直列六缸短轴船市或者盛市 路虎缆胜 你开到现在起码要赔20万起步 我去年的时候就劝你们别干缆胜 到了今年指定得帮老粉丝可以给我证明 当时说没说过 买个新车五代缆胜 开一年亏的比二手车多少 如今是不是验证了 作为车圈颜值博主 网红囊明星 我能骗你吗 我去年9月份买的五代缆胜 落地140多 现在二手车还能卖接近130 亏了不到20 今年有多少人明白了 什么叫垃圾资� 什么叫做优良资产 为什么劳款缆胜他会跌的这么厉害 第一个原因 他已经是劳款了没面了 第二个原因 新款缆胜去年只有短折有回答 年底的时候长折才有优惠 到了今年呢 全系他优惠都给你干爆炸了 就拿1468的来讲 按揭优惠十万起步 不止路虎行情塌了 随便在总是降下排行榜上你一巴了 必非超过一半以上的车 都能给你做到十万起步的优惠 多恐怖啊 一些个传统燃油车品牌里边的新能源车 打四折多的都有 买完车的别看降加排行榜 我怕你气了两年不来事 我每天给你们分享新车二手车行情 多发发我其他视频只能能帮到你 我真怕你们买车赔爆炸 给你气蹦起来呀 现在二手路虎懒胜 老款的行情崩了能不能干干干不了一点 咱干二手是花小钱办大事 而不是花大钱办小事 你花大几十万买一个没有排卖的老款路虎懒胜 这不纯纯丢人现眼吗 我真希望你们好 比我都好 祝在这位身体健康越来越好 满满灯灯不劳而货作响其成 记得点赞关注